《三个师公不进城》 其实,在我军中二十岁当师长,军长的还真有不少,但是动不动就是师长、军长,也只是红军时期,到了八路军役过后来的解放战争时期,要说打几年仗,就当师长、军长几乎没有,十几年当个师长都是奇迹,但是二十五军参谋长张怀中却是一个例外,张怀中参加革命不算早, 甚至是比较晚,他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才参加革命,四年才入党,但是他一参加革命,就显示出很高的才华,他入伍后,先被派去昭远县红枪会,当三大队政委,红枪会是啥? 会到蒙武装,他一去,部队一个月就大变量,抗日熬叫,当即被编维线抗日独立营,张怀中改当营长,半年后,他被调到交集一支队当政委,这支部队更复杂, 国民党兵批,大山来的土匪,社会上的流氓都有,他去一带队,部队又变好了,不仅打仗很有战斗力,军事训练和纪律等方面,也屈指可数,因为军政皆优,他待了五月后,就被中共交通区委选去担任警卫营, 当然,张怀中不仅仅会联平,更会打仗,由于有才,张怀中被派去改造部队,当政委,当营长,后来又去当了区长,哪里有难,就去哪里当救火队长, 两年后,他被调到许室友,为司令员的郊东军区特务团当营长,干了一年半,又被许室友挑去当副团长,一年后在深东海军分区参谋长, 以此,他指挥发起了夏季攻势,拔除敌尾据点四十余处,且放了文灯,融成两座县城, 1945年8月15日,抗战胜利时,他率部大反攻,已经把威海城包围,结果,日军投降的消息一出,他下令日军投降,日军进行完抗, 他下令部队一把冲进城内,吓得鬼子直奔码头,结果又遭到伏击,威海解放后,他兼任威海警备司令部司令,抗战胜利后, 东海部队整编为山东军区警卫第四旅,张怀忠任旅参谋长,张怀忠的这些升职,都是以战功为基础的,他如何会打仗,且放战争中,张怀忠从州市监十三宗,调任成军七宗, 州市监特别舍不得,见到成军特别交代说,这个人打仗真行,打攻坚战有一套,关键时候就得用它, 这话说得够直接的了,结果,还真应验了,1948年下,成军指挥七宗为主攻,攻打资川城, 而再上一次来阳战役中,七宗攻打城皇庙时,遇到强敌,两个师被打残,不得不从火线撤了下来,成为骑尺大辱, 这一次成军打资川城,手底比上次还强,为全美卸装备的宋子文交警总队,兵临城下时,成军担心又打成一个来阳城, 在前沿阵地连连追问主攻团团长吴怀采,这豪沟底下有没有暗保,对成皇庙汉豪的暗保刻骨铭心。 7月19日,七宗队资川城总攻开始了,二十师两个团发起攻击后,在北城门受阻, 接着,十九师也打得不顺利,这时二十一师突击队,也被阻止在东城门城墙下, 成军担心的雷阳城皇庙一幕又要重演,他立即对二十一师师长谢瑞打电话,说, 赶快想办法突破,按照怀中同志的办法做。 张怀中本在十三宗代理师长,在三茶二新市整军运动中, 因为曾在就军队干过一年,被降职调到七宗为副师长, 而七宗从师长到团长,甚至还有部分营长,都是老红军, 他一个八路军当副师长,完全是高配,若论指挥作战, 比他经验足,身经百战的老红军多的是,完全轮不上他一个八路军, 要不是成军典价,根本轮不上他去指挥。 张怀中上阵后,下令工兵运来一千多公斤黄色炸药, 全是上等的TNT,坑道队在城墙中凿出一个大洞, 把炸药运过去,装在一个石洞里, 然后,他对师长说,下命令吧,师长谢锐猛一挥手, 工兵连长扭动开关,才重重按下去,便大喊,成功了, 满屋子的人张大嘴巴,却没听到爆炸的动静, 师长大喝一声,怎么搞的,出轨了,便冲出了指挥所, 就在这时,轰隆隆,一阵闷雷般的巨响,把门楼被炸飞赏了天, 突击队趁势冲进了资川城,张怀中一招便见效, 可突击队冲进去后,又被敌人强大火力压住,打不尽了, 成军又下令,张怀中进城指挥,张怀中带着一个警卫班跑进去, 如此如此,定下了一个战术,随后,突击队避开敌正面, 绕倒敌人屁股后,突然一阵手榴弹,一举将敌人拦腰斩断, 且堵死了他们的退路,这么一打,只一顿饭功夫, 操美式卡一枪的敌兵就被击溃, 于是,工程部队从东门突破口浩浩荡荡的入城, 兵分多路,直插敌司令部,部队大举进城了, 成军的指挥所也蹲不住,立即快马扬扁,向资穿成狂奔, 当他飞马入城时,迪司令部已被拿下, 大群身穿美式军装的俘虏压了出来, 他不禁问道,张怀中呢?可谁也不知他的动向了。 随后,有人路旁一间小屋里发现了张怀中, 他正躺在一堆麦接窝铺上睡得正香, 身上盖一件满是灰尘的大衣,两个警卫员在旁边守着, 原来,他两天两夜没睡觉,又正闹未病几日水米没沾拿, 结果,战斗一结束便停不住,倒在地上就呼呼睡着了。 紫川一战后,二十师师长被华东局调走, 大家以为继任者会从红军出身的副师长, 团长中产生,谁也没料到,命令功不实, 接替此任的,竟是刚从十三宗调来降职使用的张怀中, 原来,成军力见了他,张怀中一到二十师上任, 举世友又打眼周成,二十师为主攻,张怀中选择承熙老成为突破点, 结果,二十师在全军中首先破成,此战间敌2.7万, 伏敌军长,张怀中善于攻减,的威名越大越强, 二十师也成为了七宗敬旅,1949年上海解放后, 七月,张怀中由师长升任二十五军参谋长, 他从一名小兵到军参谋长,仅仅用了十二年, 1961年,张怀中被授予少将军衔,返回邹虎,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